哈囉我是開一三件客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今天來到了 大友梯田生態公園 這公園非常特別 它竟然有一個戶外的 極限體能挑戰區 跟我們之前挑戰的一樣 就是那個極限體能的挑戰區 而且我看過它的關卡 設計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們三件客 今天就要來幫大家試看看 這個關卡的難度有多高 我們可以過關嗎 沒有問題 真的 不僅能過關 我覺得你可能還可以暴力過關 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來挑戰這個關卡 那今天這個極限體能王的挑戰 它一共分成九個關卡 九個 第一關 蜻蜓點水 第二關 翻山越嶺 第三關 泰山過河 第四關 攀岩爬壁 第五關 頂天立地 第六關 登高望遠 第七關 左搖右擺 第八關 強渡虎山 第九關 直上青雲 那今天呢我們除了要幫大家測試這些關卡之外呢 我們三件客自己也要辦一個小比賽 我們三個輪流 然後挑戰 看誰能用最快的速度突破這九個關卡 欸 沒錯 又是最速難的挑戰 最速難的 這些關卡看起來有很多條路線 那我們是要走哪一條啊 這些關卡它某一些關卡 它會有可能兩三條的路線 那它有分難度 就有簡單困難跟超難 讓我們可以簡單 當然是 當然是超難的部分啊 超難 怎麼可以讓你走簡單的呢 超難 超難 我們見人嘛 我們就是要給它挑戰最難的路線 等一下呢我們會輪流去研究一下 這個場地的觀卡 就是還可以看場地的 我們先分別去砍警 攻略一下 然後去定一下自己的策略 看一下哪邊我們要怎麼過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走吧 那我們就去砍警去 GO 第一關這個 這就不用講了 這個太簡單了 是嗎 這邊小朋友在玩 第二關 翻山越嶺喔 其實這個應該也不是什麼問題 但這裡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在想要怎麼過的算 然後 這個盪這個繩也是很簡單 太專過盒 盪過去 也沒什麼問題 這個的重點 我覺得在於 放手時機 你要剛好放開下去是穩的 如果你太晚放 會被繩子拉回去之後 你可能放完手 在地上會這樣 往後 掉到坑裡面去 有道理 你覺得這個就有點難 怎麼說 因為它這個 抓的點 不多 其實那你 你有沒有可能用手 左右撐著就這樣過去 沒辦法 不行 然後 然後 鞋舉的時候 對啊 它這個 都有點遠 如果這個 小朋友應該不行 小朋友就有難度了 頂天立地喔 這 基本上這就是我的強項 這沒有問題 這應該不用看 這應該 火鳥破關 身高望遠 沒有 該 你有旺到什麼嗎 好 沒問題 它這 還不算太高 但這個 這個很難 這個真的超難 這個難在哪裡 因為這個是不平衡的 所以你 你抓了這個時候 這輪胎是沒辦法 它沒辦法 你先踩一隻腳 沒辦法先踩一隻腳 因為我剛好是阿 剛好是 喔 可是 踩一隻腳上沒有時候 它就你看 喔 它會晃啊 沒有 它會直接偏 偏重 所以 我在想要怎麼上去 喔 喔 還行欸 你到第三個看看 我在看你可不可以蹲到第三個 欸 你看這超難的 掉下一次就扣5秒了 沒差 你慢慢來這樣子才有看點 那我真的過不去欸 不會啦 掉下一次扣5秒而已 那你過不去過5秒 你要從那邊開始啊 沒有吧 喔 你是因為這個一定要一直從頭 就對了 你這邊這個會 這個手很痛咩 沒差啊 這就是擊倒三件客的一道關卡 後面這個 這個其實我也覺得 這個要走 最高的這個 沒什麼意思 簡單喔 走的 要走啊 到就已經上了去啊 那最後這個 喔這個你們今天去拔河 也有拔過了 這個可以 沒意思 每一個關卡都沒有很難 但是如果我全部加起來 可能會很累 因為我速度啊 我覺得是速度 對嘛 那我們現在呢 都各自看完這個場地了 那我們比賽 就由第一棒 波波先來開始 準備好了嗎 波波 沒問題 好 我們挑戰開始 來 預備 GO 計時開始 喔 很順 太快了太快了 哇 哇 他是那種 寶有 童心的人 điều 因為那中間的關卡其實演點很少 所以手跟腳要收到一起 可以 欸好快喔 太快了 這個有點難都有來說 不要破壞器材喔 我加油 掉下來了 掉下來會加10秒喔 好拼喔 好痛喔 加油加油 喔好快好快 到了我們今天 殺手機的 魔王關 最難的魔王關 來脫鞋 為什麼 這邊 這邊很爽 這邊 爪上 很濕 欸很強欸 他不是說很難 我猜他現在一直在罵髒話 欸太強了 哇塞 哇塞 好猛喔 欸要成功欸 好扯喔 爬牆爬牆 聽說他以前當面的時候很會跑 好可怕 算了 那個輪胎有死定 欸 摸摸摸摸看掉 欸青青最終的 最後一關 哇現在才兩分三十八 三十九 來囉這個 累囉 摸到那個神結就結束了 不然能不能在三分鐘之內達成 有摸到頂端就可以了 摸到頂端就可以了 摸到頂端就可以了 那一顆吧 摸到那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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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拚了吧 你太拚了吧 最後下來的時候 哇神就摸到 哇天啊 唉唷 破關機器人 破關機器鑰匙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預備 3 2 GO 哇 哇這個也是 哇年輕的速度就是不一樣 他這樣 好強喔 那這個應該要出滿足 唉唷 唉唷 唉很快 可是他手長腳長 他腳很長耶 哇快耶 好 好吃 很快 哇 我們目前來到40秒 開始進入魔王關卡 魔王關卡 50秒 50秒 我們加油 有有有 要記住喔 滑下來是要加秒數的喔 有有有 卡住了 卡住了卡住了 卡住了 卡住了 卡拉當當的 夠了夠了夠了 哇 他在這個關卡 真的是 花了很多的時間 只出三顆輪胎 哇 哇賽 沒有 最後一顆 最後一顆 好猛喔 來到了1分24秒 哇 他好強喔 他怎麼一眨眼就翻過去了 對啊 哇他不用繳耶 哇 1分34秒 1分34秒64 哇 哇 哇 爪沒落 耶 可是我 他會很痛 1分34秒64耶 這個波波的一半的成績耶 太猛了吧 欸剛才他剛才直接 跨兩個輪胎過去了 喔真的喔 真的真的 我看到啊 看到他直接卡在一起啊 剛才你有信心可以把 鑰匙給PK掉嗎 沒有 他太快了吧 我本來覺得應該可以 但是 看他這個速度 現在有點擔心 喔 鑰匙準備好了嗎 好 喔 再拖一件 再拖一件 拿出我的真實力拚了 好來準備 開始 哇 這速度 派單 進入隧道喔 我覺得他隧道應該會用 手掌腳掌 對啊 等於你手掌腳掌 該 波波一直說 這個手掌腳掌有優勢 你為什麼你手掌腳掌 你跟他抓進去 有 隧道又要關卡了嗎 還是應該是在雙模作樣 因為你手掌腳掌就 淡淡一點 兩邊這樣 哇 基本上這就是我的強項 他指出 單手擺大 他指出 哇 好快喔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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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來了 老闆 想說 哇 這怎麼過的 哇 真的是 很強喔 最後一個 好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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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還好嗎 啊 哇 哇 哇 我在那個 輪胎 花太多力氣了 哇 哇 還是比我強欸 2分24 蛤 還是比我強 蛤 這麼爛喔 因為你剛剛前面有掉下來了嗎 波波他那個很帥啊 對這個很帥 他那個看起來跟波波差很多 他這個 省了很多力氣 波波感覺他把那台子拆了 你怎麼到最後還有力氣可以 爬身上和你腳 而且他不用腳 順上的腺素爆發 那你現在手手是不是爆掉了 你身上腺素爆完 你現在是不是手手也爆了 我手手還好 我是手掌的 手掌真的超痛欸 我滑下來的時候 我躺在地上 然後手Q Q在那邊 其實你滑下來有點太快了 對 我覺得滑下來真的不能太快 如果真的有來玩的人 記得滑下來不要太快 這樣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好的那今天的這個 大有梯田生態工藝的 極限體能王 最速男 大有什麼梯田人 你知道好長 大家可以來 試試看 要花多久這樣 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挑戰 三間科最速男 蔡耀師的成績 欸很扯欸 扯到爆欸 他到最後那一關還可以這樣爬 我真的覺得好不可思議 所以你們覺得真的是輪胎那一關最難嗎 那一關手很痛 我覺得輪胎最難 那一關手很痛 然後又浪費很多屁氣 其實我覺得也要看人 我覺得我們技巧不好 對我覺得那輪胎那個 滿吃 因為我們就是二頭一直用力 然後把自己身體重量減輕 然後再把腳拉起來去吃 我覺得這個只要再讓你練個幾次 就是你應該知道做到技巧就會 就會輕鬆 有一個慣性過去 會快很多 對 好那今天這個大有梯田生態功能的極限體能挑戰呢 那最後還是要呼籲大家 真的要注意安全 對我覺得這個安全很重要 因為第一個 它設計得很漂亮 它用木板 但是木板潮濕的話是滿滑的 對 因為我們是現在早上嘛 然後有一些入水 對 所以濕濕的就有可能會滑到 我剛剛有幾個地方都差點滑到 然後再來就是 手指頭的防護啦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白貼啊 可以把手指頭踩一踩 或是可能 戴手套 手套來試看看 試看看 比較不會像破破就破 就破了 而且它還是有重訓的人 它皮已經比一般很厚了 但它還是都破掉 所以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然後如果家長帶小朋友來的話 就是家長一定要在旁邊 先顧好你的小孩 因為這個地方人多的話 其實碰碰撞撞還滿容易發生的 而且這些東西都有高度跟角度的安全上的考量 很容易就會滑倒摔倒或撞到頭幹嘛 那再來呢這個地方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推薦給大家來挑戰看一下 然後來破一下菜喬石一分半的紀錄 對啊 結果馬上就被破了 我覺得不太可能 我覺得這個要破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最後呢三件科也祝大家 新年快樂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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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e prejudice 卡 純